大家好,我是瓶瓶 Priscilla 通过轻松的烹饪和优美的钢琴音乐 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 今天我们就来享受一个安静的下午茶时间吧 我们来做个红析咖啡和紫薯麻薯 让我们在家里就能够享受一份浓郁的咖啡 和香甜的蜂蜜紫薯好点心吧 平常下午茶的时间我就喜欢喝杯拿铁 今天阳光明媚 而且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下午 所以我突然有了兴致 想要来泡一杯红析咖啡 我们许多人都爱喝咖啡 尤其是每天上班前或者是午饭后 也许都会匆忙地喝杯咖啡来提神 有机会的话可以花几分钟 亲手冲煮一杯咖啡 或者细品咖啡的味道 让我们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轻松一下 这个红析咖啡壶是我十几二十年前在台湾买的 下面小小的瓦斯炉是最近才更换的 红析咖啡壶也称为赛峰 英文是Siphon Coffee Maker 它最早起源于德国 它是一个利用水沸腾以后产生的压力 来帮助烹煮咖啡的方法 红析咖啡壶它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中间是用导管来连接 水转化为水蒸汽之后 水面上的压力就会增加 于是开水就会从导管进入上面有放咖啡粉的部分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经过中间的滤布 然后重新进入下方之后就可以饮用了 当然使用红析咖啡壶来萃取咖啡 通常是需要有足够经验和技巧和专业的知识 而且还要根据气候 湿度 空间温度 豆种 还有烘焙的程度 来进行各种不同的搅拌 或者是水的处理技巧 不过我只要把握了基本的原理 就能抛出一杯自己爱喝的好咖啡 好了 现在咖啡做好了 我们就来准备一些紫薯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软Q又好吃的紫薯麻薯 它又Q又不黏牙 是很多大人小孩都爱吃的小点心呢 紫薯 因为它的薯肉呈现紫色 它还兼具了经济作物和药用作物的特点 因为在紫薯当中 它不仅富含多种的矿物元素 氨基酸 维生素 它还特别含有大量药用价值的花青素 说到花青素 它是目前科学界发现的防治疾病 维护人类健康 最直接 最安全 而且也非常有效的自由基清洁剂 它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C的20倍 更是维生素E的50倍 所以可以说紫薯真的是花青素的主要原料之一呢 如果你也讲究养生 那可别忘了把这个便宜又营养的紫薯放入你每周的菜单之一吧 购买紫薯的时候最好挑选仿锤形的 也就是两端间隙中间宽阔碰突的形状 另外也要挑选表皮光滑的 而且拿起来的时候新鲜的紫薯通常也相对的比较重 如果看到紫薯皮上有条状骨气的肉 它的纤维会比较多 口感会比较不好 而发芽的紫薯呢 虽然没有毒 但是口感相对的也会比较差 麻薯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有的称为麻糍或者是台湾话麻糬 它是由糯米制作而成的 它的口感有点软软的 也有点粘性 在中国大陆的南方或台湾 日本韩国都非常的流行 麻糬在传到日本之后 也成为日本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小吃 你可知道在2020年 全球百大甜品的排行榜中 出炉第一名的竟然来自亚洲 对了 第一名就是日本麻糬 它的口感软糯Q弹 层次感丰富 咬一口 弹牙可口 甜而不腻 令人满口生惊 是很多人的最爱 当然我还要提一下上榜的亚洲甜品 还有我们排名在第49名的台湾凤梨酥 其实在台湾 古早味的麻糬里面是不含馅料的 它只是把糯米团剪成小块状 然后撒上花生粉 所以台湾的麻糬也成了路边摊最富有古早味的小吃之一了 糯米粉一般的做法就是将糯米浸泡一个晚上 然后用水磨把它磨成浆 再用个袋子把它装起来掉一个晚上 等水滴都滴干了 再将糯米粉团打碎 晒干以后就成了糯米粉 而糯米粉最常用来做的就是汤圆和棉糕 由于糯米团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今天我就利用紫薯里面天然的风味和甜度 来带给我一份完全不会腻口的好味道 但同时我在紫薯当中也加入了蜂蜜 毕竟我今天什么糖都没有加 除了紫薯的天然甜度之外 我想我应该再加一些些蜂蜜来增加它的甜度 所以紫薯麻糬吃起来会有更好的风味 我最常用的蜂蜜吃法 就是直接将它放在常温水或温水中充成饮料 或者直接涂抹在面包或烤饼上 你可听过蜂蜜有生蜂蜜和熟蜂蜜之别吗 生蜂蜜也就是Raw Honey 它是指经过蜜蜂天然风盖 且未经加热处理的蜂蜜 其中不加热处理也包含采蜜以及灌装的过程 它的方法是当公蜂采完蜜以后 由蜂巢中的蜜蜂们唾现反复的添加酵素 或者是叫霉类 由翅膀删去多余的水分 并把水分降至20%以下 最后才涂蜂蜂蜜 它的过程需要花上15到30天左右 如果天气不好 空气湿度过高 甚至可能要等上50天以上 才能够让蜂蜜顺利的脱水成功 虽然繁复 但是也因此完整的保留了酶类 如淀粉酶 微量元素 以及浓郁的化香味 然而熟蜂蜜 它是指经过加热浓缩处理的蜂蜜 而它加热浓缩的步骤 就是为了让水分能够快速地降至20%以下 它的做法是将为封盖之前的水蜜 以摇蜜机摇出蜂巢中的蜜 最后再以浓缩机加温浓缩至水分 能够达到20%以下 大约三五天就可以迅速地产出一批蜂蜜 但是因为没有经过蜂蜜脱限完全酿制缘故 它对人体有益的酵素也相对地减少了 同时因为加热温度高的原因 也会破坏蜂蜜中活性酵素 还有它的风味 好了 希望你和我都能够对我们每天所吃的东西 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咖啡泡好了 我的紫薯麻薯也切好了 装饰一下再撒上一些捣碎的花生 我想我会很享受这个安静愉悦的下午茶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